I'm invisible 不和你是我的荣耀说再见 迪丽热巴和洋洋有可能因戏生情吗 前几天 你是我的荣耀迎来超前点播收官日 荣耀夫妇从校服到婚纱与图像晶晶求婚好浪漫等讨论结局的词条霸榜微博热搜 诸如集体婚礼等援助中的名场面被百分百还原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观众 甚至有点讨厌流量的路人 开始对这个剧的演员确实可能怀着一点偏见 但是看过剧之后 我不敢说他们的演技有多精湛 但是演这种甜甜的小演剧绰绰有余 而且有些网友对女孩子的恶意简直不要太大 迪丽热巴长什么样应该不用我评价了 你以为谁都能做女顶流 黑人家长相的你自己照一下镜子在说话 另外说洋洋演技十年如一日的 我觉得你是在夸她 她演技确实一直挺稳的 是梦幻的都市童话 也是于途和乔晶晶的勇敢奔赴 看过最多星星的兔子终于找到了她心仪的那颗闪烁 感谢这个夏天感谢每一份遇见 你是我的荣耀给予的美好与感动 也会像星星一般永远散发着浪漫的光芒 荣耀这部剧真的是非常吸引我 不愧是编剧亲自操刀 颜值高 演技不尬 而且没有狗血剧情 除了颜值 工作与钱 我可能无法接近 其他的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吗 不会因为失恋而忽略工作 生不如此 人生也没有那么多误会与狗血 就是简单的恋爱 简单的生活 在工作之余放松自己 看看美女帅哥甜甜的恋爱 然后做个美梦 再元气满满的去工作 全职高手还有你是我的荣耀里 洋洋对角色的把握和阐释是非常精准 到位的 这次我终于恍然大悟一个道理 这类作品其实需要的不是打破次元壁 恰恰相反 需要的是一种次元感或者说次元壁的建立 可能我这个提法不准确 但是应该能让人理解我的意思 话说回来 不少观众因为这部甜宠剧 当上他俩的CP粉 但小编还是想说一句 他俩正常营业挺好的 上周在迪士尼他们能一起营业 都是很负责任的演员 这是良性循环 他们带了个好头 内余减少丝逼拉彩 带给我们都是满满正能量 国家都说要亲往了 娱乐圈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大家认为他俩会因戏生情吗 年轻人之后 年轻人之后 好 方便是